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战这个纪念日嘛 我们播了两集这个节目 然后在这个枪枪微博上讲了一个事情 还是一个一个流落在台湾的一个老兵叫暴直财 就当年这个嵩山的这个这个攻坚战 打仗的时候那个工兵 就是嵩山战役不是炸日本人的碉堡 靠工兵挖地洞嘛 对 他就是在里头接电的那个那个工兵 这个老兵啊 抗战之后流落到台湾 也没取亲嘛 不是 没取亲 然后就是这个后来前些年啊 给说了个北京媳妇 当然也是不年轻的这个媳妇 然后呢 在北京有了个房子 这两两口晚年住在北京 住北京老伴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他现在生活陷入困境嘛 就是他就说 这个这个老伴医院也得要医疗费 他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八九十岁了 也得要有请个保姆啊什么的照顾 所以完全没有这个钱 然后呢 我们在节目里就 我就随便说了一下 我说我们把他资料放在我们腔腔的微博上 大家想关心他 可以直接联系 这几天这个老兵跟我们打电话 就要感谢这个各界啊 一直在收钱 一直在这个收到钱 多少个电话就给他打 而且我们腔腔的这个微博呀 从来没人这么关心我们节目 在网上给这个微博们转发了五千多次 所以让我感觉到最近很多人啊 其实谈这个老兵这个话题特别热 所以我说舒婉 你在台湾见过很多老兵嘛 对 其实你们也知道 我2004年参加过立委的选举嘛 对对对对 政治家 政治人 我的就是 好说好说 这个 不敢不敢 其实那时候我在选举的时候呢 泛蓝阵营 因为那时候执政的是绿的嘛 反正我们媒体就是比较在野党性格嘛 你说泛蓝的阵营 他们的铁票呢 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 他就是这些荣民荣卷 就是所谓的老兵伯伯 老兵叫台湾叫荣民 荣民 荣民 荣荣的荣 因为他们就变成说 他们不论是 不是 他有很多嘛 他们占很多票嘛 人数还有很多嘛 你知道全台湾各个地方你能喊得出来的县市 其实多少都会有这些荣民的角落 而且各个地方几乎都会有荣民之家 你知道 就是很像我们所谓那种老人那种安养中心 那很多的地方的那种老兵们 他们就住在眷村 像我不晓得你们应该听过 像竹笠巴的春天以前有很多台湾的影片啊 他们就是叙述这些战后的老兵们 跟他们的家眷住的地方 他们就是那种竹笠巴 那种矮围墙啊 矮房子啊 对 然后就住在那边 那一区那些眷村门呢 你在当中你就可以感觉到 大江南北什么腔调都有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拜票的时候呢 挨家挨户的拜 那像有些人他有后代还很好 对 传宗接代有些后代还很好 但很多北北我都看到 我们都讲北北嘛 很多北北他们就是一个人住 但一个人住 我觉得他们在他们身上还有那种军人的坚毅耶 就是你要明白的去摆明说去帮助他们或怎么样 他们还不见得要 对 你得要像用日常生活化的语言 比如说我就注意到对面一个大神 我就说 他平常都不太接受帮助 他一个人怎么过啊 然后隔壁的那个大神就说 没事 他说我们平常就煮着大锅稀饭 就故意跟他压货说 哎 老王啊 这个就太多了 吃不完啊 赶快来帮忙吃 免得到了我也浪费 哎 这招就比较有用 可是如果你把它弄好好的 就是哎呀 我们这是 他不喜欢你施舍 对 所以他们那种个性账 但平常他们的 可是我注意到 这些宝贝们烟抽的很多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在眷村里面 就是他们烟抽的特别秀 哎呦 好多人一辈子没老伴啊 就没娶亲啊 打老光棍 这个生活 这个苦闷的 比闻道还苦闷的 闻道抽烟都抽成全 我不苦闷 我很愉快的 不过我想说的是那些农民啊 其实虽然在台湾受到待遇就比较好 但也有一段比较难堪的日子 就是说因为刚刚49年他们到台湾的时候啊 其实台湾很多公路啊 很多的建设都是用他们 因为这农民 我们要搞清楚啊 所谓退役的老兵在台湾 跟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老兵概念 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讲的老兵主要着重的是 抗日战争的老兵 但台湾那个农民的概念范围比较广 他是整个帮国民党打过仗的都叫农民 为什么 那些抓壮丁是抓的 少年兵 对 有些七八岁的被抓上去 那么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呢 也都还挺老当义壮的 并不老啊 那么但是问题是这批人到了台湾之后呢 因为他们是限制的一个劳动力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国民党政府呢 就用这批农民去做很多的公路啊 建设啊 对不对 以前很出名嘛 像那花东隧道很难 最艰困的地方 死了很多人的 炸药打通 没错 没错 都帮台湾做了很多建设 所以这一群人呢 他们在台湾那个情意结相当深 他们会觉得 呃 你看 我们当年是捍卫着整个政权到台湾 保卫他的 那后来还参与建设他的 但到了晚年的时候呢 那么台湾这几年政党轮替啊怎么样 那还好国民党啊 就还好有十万在啊 那么要不然的话呢 像绿营他们就常常会耻笑他们呢 对他们很不好 那个感觉是很糟的 但是你像我们大陆呢 以后所以我发现这个分波啊 我就不懂政治了啊 但是仅从这个景况 我听你说 在台湾虽然也挺惨 但至少叫冗民啊 但是 可是呢 这些个老兵在云南那边 最近我们做中国远征军的这个 接触了很多呀 在云南 我跟你讲 我给你看个照片 你就看看这个生活的这个景况 这位当年抗日战争的老兵 他刚刚去世了 嗯 没有能够回家 你瞧 这就是他的生活的景况 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知道好像在腾冲那个地方啊 这些老兵这些年呢 领钱到统战部去领钱 这个实际上统战部的这个钱呢 是民间捐的 嗯 都是捐的 民间捐的 由统战部给 但是这些老兵 你想 他的这个这个认同 他什么意思啊 哎呀 热泪盈眶 说共产党给我们发钱了 嗯 共产党给我们发钱了 你知道吗 一个民间组织 现在 从前几年开始啊 其实大陆就有一些网上很多民间组织 哎 民间组织授予他一个那个那个破塑料的一个那个抗战 徽章吗 徽章 老头啊 里三层外三层啊 憋在最深的这个这个衣服里头 有一个民间